我们其实那时候会有种菜的原因是 那时候基金会就是推动无审专案 那我们那时候就跟学长讨论说 学长我们有这个专案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学长说那时候时下年轻人很流行那个FB 就是开心农场 游戏 对 就是用手然后就可以挖 种菜 拔菜 那学长说我们中立有农田 那我们事不事就可以来 我们实际的到农田里面去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家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万里桂花香 我们大家会客室呢 延续昨天在谈到中立园区这个菜园的话题呢 今天来的来宾更多了 一一来为大家介绍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万德寿师兄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继续这三位年轻人呢 都曾经在这个园区的菜园种菜 他们的身份过去是瓷青 我们首先来欢迎的是张旭萍 主持人好 全球官大爱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韦哲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欢迎郑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为大家介绍这三位瓷青呢 在过去读大专的时候是在桃园 那因为瓷激呢 来叫做瓷青社的关系 跟很多的瓷激之工有一些很好的结缘 种菜就是这只很好的缘 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万爸爸 你们都这样称呼他 对 今天我也要这样称呼您了 万爸爸 感谢 其实原本是自己精彩 种着种着什么样子的姻缘 觉得说可以带这些孩子们来体验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或者是顺其自然造就的 那因为资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能够把我们种粒原地的大爱农场 这个优良农场能够 把他来勤耕福田 那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把假日的时候到外面去消费 倒不如在这里这农田里去耕作 让他学习这怎样的农工生活 让他体会一下农工生活的 辛苦的那一面 谢谢 因为瓷青想要来开辟一个农场 那表示这个点子是你们先想起来的 我们其实那时候会有种菜的原因是 那时候基金会就是推动无审专案 那我们那时候就跟学长讨论说 学长我们有这个专案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学长说那时候时下年轻人 很流行那个FB 就是开心农场 游戏 对 就是用手然后就可以挖 种菜 打菜 收产 那学长说我们中立有农田 那我们事无事就可以来 我们实际的到农田里面去这样 了解 所以那种真实版的开心农场 就是你们这样子带动了一些些的风气 在学生族群当中 对 可是当你要去推动这种 可能带着瓷青社的伙伴 甚至是雪地雪美 要真正去换装 满身泥巴也好 汗流浃背也好 大家的反应如何 那就是那时候就去挖 然后就发现里面都有蚯蚓 然后这些生物这样 因为就是而且我们种菜是 就是不撒农药 所以都会有菜虫 然后我们收成前就是 都会看到那个菜都先被虫撕掉这样 了解 会互相地去分享 当时候可能面对这种 农事初体验的心情吗 你听过让你觉得最震撼 或是最感动的会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最感动是他们收成那个香菜 他们也是收成了很多香菜 然后他们带到客服 就因为桃园有客服 有中立跟桃园两个地方都有客服 有一群感过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他们种的香菜是长得最好的 都不会有任何虫吃掉的部分 然后香菜出现在每一道 小朋友的菜色里面都有 这是我觉得很震撼 然后我以为小朋友不爱香菜类食物 可是这次的午餐是所有的饭菜全部吃光光 自己这样子花时间 花体力种植出来的菜 然后去送给这些客服饭的小朋友 又看到他们吃光光 我觉得走过这一段之后 有没有忏悔过什么事情 我觉得自从那一次 我们这样一整年种下来 其实在农场里的就会觉得说 每一个菜每一粒饭其实都是得来不一的 那其实更让我们身为哥哥姐姐要知道说 我们教到弟弟妹妹们饭要吃光光 我们自己更要把饭菜都要吸附 所以在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这样子是一届一届都轮着来吗 是 那因为那个 他们如果要来菜园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说 爸爸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园区 我在园区等你 他们就直接会过来 过来我们会 因为他们没有种过菜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会教他怎么拔草 他有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懂 他把这个菜苗拔掉 草没拔掉 那当然这就是因为不知道 那我爸爸会跟他讲说 这个是苗要留起来 然后草拔掉 这样的时候 他们就更体会到了 更体会到 对 所以其实也间接的会让你们认识很多蔬菜 它成长过程样貌的不同 对不对 其实我赵伟哲现在正在服兵役 对不对 其实参加雌青的一个经历 让你在服兵役或者是跟同袍在相处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甚至是像类似这样子很珍贵的经验 看到的角度会比较不一样吧 就是从比较细心的部分去从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然后可能别人就是正在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思考 像你们体验过这样子的一个农耕生活 你觉得对于自己可能在继续求学 或者是未来的工作上面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方向跟自我期许吗 我觉得其实在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在读书 就很像是我们在种一个植物一样 一定要每天就是耕耘灌溉它 那其实在农场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宝宝身上我们学到的是 课本里面学不到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这也是我让在那一年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 所以你自己体验过的这个种菜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 一学年的时间 一学年的时间 那现在你也是上班族吧 对 要在能够持续地在词迹当中的话 就势必要受这词迹之功 可是后来你从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德万爸爸过去很 现在是退休了 但是时间用分配上面 运用上面 其实有他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会从这些长辈的身上学习到怎么样 在自己的工作还有职业上面去平衡 我觉得从爸爸妈妈身上我觉得学到最多是花时间 然后投入置业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爸爸妈妈他们在工作上面他们都是尽心尽心去做的 就是像我现在在仇事教职 我觉得应该要把时间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要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就像爸爸妈妈花时间在照顾自己的孩子身上是一样的 然后行有余力在生活中有空闲时间 这也是分秒 然后来投入置业 这是很难得的 就是自己工作开始觉得 哇能够投入置业做志工是很幸福的 师傅您在带这些年轻孩子的时候 一定都是他们有类似这样子的分享回馈给您 您才会去体验到说 原来除了研教生教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式对他们会有所启发是吗 因为 时间的孩子在 时间上的时候 他懂得去分别说 我去种菜 我去消费 选择哪一个方向 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也告诉他自己说 我已经长大 我懂事了 我怎么样来在这个农场里去学习 怎么样来耕种 来勤耕福田 这个东西非常可贵的年轻的孩子 就是表示他很懂事 参加慈亲呢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哎呀怎么这么忙活动那么多 可是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三位慈亲 跟我们分享在念书时期 转换自己一下这个活动的模式 其实到现在或者是在伏病也好 继续深造也好 已经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也好 再回过头来回顾当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生活 甜美的果实是吧 如果你也是很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中立园区 也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万里桂花香 感恩四位今天的分享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我觉得慈亲这一方面 他懂得去把这个时间去掌握 除了去种菜以外 他会陪伴着这个所谓的 这个新住民这些的客服工作 这是他们的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去一直在影响到需要的地方去运作 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事件 谢谢大家